Hello大家好,我是鬼斧神工,非常抱歉,这期视频脱更的比较久,只要是我前一段时间不在家 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热门的一款音箱,Sonos的这款Play One 应该是叫这个名字,我不太记得清楚了,总之我是双11的时候买了这款音箱 双11买了,其实我真的是最近才有时间开箱,然后做这个测评 那么我们第一时间上结论,Sonos的这款音箱的表现是不如苹果HomePod的 而且基本上是全方位的不如,具体原因我们先看评箱曲线 那么首先我们看的评箱曲线是默认状态下,也就是说刚连上这个音箱 没有做任何的自适应的EQ或者是校准,只是它默认出场状态的 在销声室内的一个纯直大声的评箱,也就是说音箱自己的评箱 那么这样的评箱是非常熟悉的,可能很多买音箱的人不太了解 但是如果你做调音做的比较多的话,你会知道这个曲线是非常套路的一个consumer的 也就是一个消费类的调音,低频和高频两头翘 低频多一些让你觉得低频比较猛 然后10k左右或者说整体高频往上翘让你觉得高频细节比较突出 第一耳朵听上去就是说低频又猛细节又好 但实际上这个一个是你听久了会觉得比较累 另外一个它本身也不是很HiFi 当然了这个产品定位本身就不是一个HiFi音箱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比较怎么说呢 其实有一些人会比较了解的 Sonos的这个手机APP里面自带的房间校准功能 那么使用房间校准之后在房间内进行pinknice测试 我测试的是这个房间稳态曲线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这个校准效果并不是很好 中低频还有很多坑坑洼洼的 那么高频校准的好坏呢 其实通过这个稳态曲线是看不出来的 稳态曲线的也叫RTA曲线 算了我不说了 这个我之前知乎上有篇文章这个曲线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曲线有一点就是低频被增强了 超低频的部分40几赫兹 原来这个本身音箱是没有这么多的 它在这个校准之后反而给硬补偿一些 这个一会我在这个主观听感里面会详细的描述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从这个曲线上就能看出来 房间校准这个功能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那么实际主观听起来 我个人认为至少在我听的这个听音环境下 这个房间校准功能是产生了负优化 所以说我个人并不是很推荐 你用Sonos的这个APP再继续进行校准 如果你买这个音箱的话直接听就好 好的我们接下来进入主观评价的环节 那么首先还是先说这个音箱自身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再跟苹果HomePod去对比 首先呢这个音箱自身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低频 本来呢这个低频表现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因为这个低频比较怎么说比较干净利落吧 不会有些拖沓的或者说一些感觉有点延迟的那种感觉 不是特别严重 即便有点不是特别严重 但是呢确实默认的话 低频下浅会比较一般 大概是60赫兹的这样一个水平 但是一旦使用它这个房间校准功能之后呢 低频会虽然说表面上看下浅会好一些 或者说主观上下浅本身也好一些 但是低频整体的这个质感 包括这个低频的这个顺态 表现是绝对是一个负优化 而且我综合认为这个低频 这样的低频表现其实还不如 低频下浅没那么深 但是我至少听起来低频比较干净 低频音质比较好 还不如那种状态 那么这里面我想再强调一下 首先呢音箱的评价方式跟耳机是不太一样的 尤其是低频并不是说这个 下浅越多一定就越好 耳机是因为压力场 算了我不再解释 因为这一解释就没完 我还是说这个音箱 这个音箱呢 有源音箱跟无源音箱的评价方法 也是不一样的 尤其这种有源音箱 它如果本身低频到不了这么低 你把它强行推上来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看这个 如果你单看这个评价曲线的话 如果按-6db来算的话 其实这个低频已经是 下浅已经是比40赫兹还要低了 也就是比华为的Mate 251还要好 但实际上呢 这个跟同样是40赫兹左右的下浅的苹果HomePod 去对比的话 低频是完败的 一方面是这个硬拖一出来的 感觉很虚的这种感觉 这个低音 不是很扎实的那种低音 一听就是假的 因为DSP加在耳机上跟加在音箱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我在知乎上最开始的一些文章中就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描述 所以说这种策略我个人是不认可的 我认为而且事实上有很多 尤其是专业的监听音箱 书架音箱都会特地加一个high pass 把低频这一部分音质不好的滤掉 而这种强行提升音 其实就让你单纯觉得 低频下浅比较好一些 可能对一些没有什么听音经验的人来说还可以 但是对于一些要求比较高的人 这是一种富有化 说了这么久的低频呢 再说说他的人生 人生也有一些问题 这个人生也是整体有些虚 就音箱本身的这个感觉来 就音箱本身这个曲线来说的话 他人生是凹下去的 但是实际听起来这个除了凹下去以外的话 这个还是有些人生发虚的感觉 我个人推测的 一方面是这个分频也好 或者这个升学系统本身的一些问题 另一方面调音也有问题 还有一方面呢 可能跟这个流媒体的这个内部的边解码芯片 也有一定 或者边解码算法也有一定的关系 总之呢这个人生表现 我觉得也是一般般 高频表现就和乐器表现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会更严重一些 比如说这个高频的表现有耻音 比较严重的耻音 尤其是这个开了房间校准之后 我怀疑是这个失真会变高了 因为频响曲线上 看不出来这个特别严重的耻音 实际上这个耻音是很 我觉得是比较严重的了 这个苹果HomePod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当然了倒也不能说这个Sonos这款音响完全不能听 只是我觉得首先的第一点 我觉得以这个一个最终的效果来说的话 我个人认为它1580元这个价格上的表现的话 是比较一般的 但是如果是我双11的899的这个价格买的 我觉得还是比较超值的 说完了这个音响本身的一些这个声音的特色呢 我们再跟这个苹果HomePod的进行一个对比 基本上我就像我开篇说的 苹果HomePod的是全方面完胜Sonos 首先说低音 虽然说两者低频下浅差不多 苹果这个也有低频也有一些拖沓 或者是有些有一点点延时的感觉 但是比Sonos这个要好 而且苹果这个低音虽然说也是不是那么的扎实 但是比Sonos这个还是要扎实很多的 Sonos这个低频永远太假了 真的就是完全硬推出来的 苹果这个可能会好一些或者好挺多的 苹果的低频表现 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这个人声部分 苹果的这个人声第一非常清晰 但不刺耳清晰不刺耳 而且不会有很虚的感觉 也不是说特别突出或者是过于饱满 是比较好的 之前我也说了这个苹果的这个人声表现 还是比较不错的 再说高频 高频的话也是一样的 首先不会有那么严重的齿音 虽然说苹果的这个HomePod 我之前就评过 它的这个乐器啊 包括一些高频的一些女高音啊之类的 音色不自然 音色不自然不等于刺耳难听 只是说不自然 或者没有那么的Hi-Fi 或者是有那么一点点音染 总之就是有些不自然 但是并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难受 或者说有不适的感觉 但Sonus这个是高频的这个突出 是有那么一点过了 而且那个刺的那种感觉 包括这个音质 综合来说也是不如苹果的这一款 那么这个就是 我对他们两个之间差距的评价 所以我觉得他俩之间的差距 如果这个按官方说下 大概是2200 这个是1580的话 我绝对是推荐你买苹果的HomePod的 他俩之间的差距 绝对比这个差价要大 如果都按折后的价格的话 Sonus是899的话 HomePod是1799的话 我觉得这个价格 听伤后 比较快速的总结这两个音箱的一个特点 以它功能本身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它的APP自带的房间校准是非常鸡肋的 我不推荐大家使用 不是特别方便的是 这个音箱它必须连WiFi才能听 而且它连WiFi听之后 必须用它固定的那些APP 而且认证激活特别的麻烦 当然苹果这个也不是特别轻松 WiFi音箱 这个可能音质上比蓝牙会强一些 但是这个便利性上确实是不如蓝牙的 最后呢 我想稍微顺带提一下关于云视听的问题 这次说音箱的云视听 因为我这个过一段时间 还会再出一个云视听的专门的讲解视频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这次是关于音箱的一部分云视听 为什么这个音箱云视听也不合适 实际上音箱的云视听比这个耳机更不靠谱 那么首先我第一点呢 讲的就是这个limiter的问题 这个有很多人觉得只要控制变量就可以 实际上是大错特错的 比如说这个录音笔上 它有这个limiter 当然你的 如果你有手机录音的话 也有这个问题 尤其是你用手机和一些比较低端 比较劣质的一些录音器材 但是手机的话 它会有这个防止爆音的这种算法 通常会有 但是也有没有的 我只是举个例子 那么假如说这个低频比较好的情况下 会触发到这个limiter的3-show的 那么触发到limiter的这个门线之后 会触发到limiter的门线 那么触发到limiter的门线之后 会有一个attack time和release time release time就是大概是过多长时间之后 才会还原到原来的这个电瓶 那么这段时间内相当于 这个低音是被压缩的 而且很多时候这个低音是被压缩的 比这个原文原始的你听到的低音还要多 或者说比这个录音的上限还要低一些 那么会导致本身的这个音响低音是比较好的 听起来会低音会比较差 会比较少 那么本身这个音响比较差的 由于它不会这个经过这个压缩的过程 不会经过这个limiter的过程 所以说它不会有这个损失 那么听起来这个低音反倒比较正常 不会有虚的情况 也就是说这个云视听 你如果听音响的话 完全有可能低音是反过来的 这个低音完全有可能是反过来的 尤其是一些手机录音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那么这个对于不做升学的人来说 一般是很难去理解的 所以他觉得只要控制变量就可以 实际上可能刚好是反过来 比如说我就不说了 反正就是你们懂了就好 然后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音响的话不能只看下潜 音响的低频绝对不能只看下潜 当然耳机也不是只看下潜的 这个我平耳机 我从来没有说这个耳机下潜比较好 他这个耳机低频就比较好 从来都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只看那个低频的曲线 是不足以描绘这个音响实际的低频表现 最后再解释一下 有人还是说我这个只看曲线 如果你不听 只看平衡曲线 这个叫只看平衡曲线 如果你看了平衡曲线 又听这个就叫主客观评价 不叫只看曲线或者为数据论 这个也是我很久以前就想解释 当然我过一段时间也会做 一些专题的解释 到底什么是主客观评价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更详细的相关内容 可以去查看我的知乎专栏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 如果喜欢的话 不妨订阅我 要是能有一介三连就更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了解释 测 ty 了解释